吃素也让他下了决心 这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方济祥 他自从加入慈祭之后 接触佛法 毅然把钓鱼的兴趣戒除 在吃素同时 也把经营了三十多年的餐车小吃 改为素食 看到别人钓鱼 方济祥忍不住心仰 这曾是他最大的嗜好 起初都是比较困难一点 看到别人钓鱼的时候 心就痒痒 又想又想拿鱼干来 和太太 女儿 女婿 孙子一起入金藏 让方济祥悟到众神皆有佛性 一念慈悲兴起 一人不再钓鱼 要有文法过后 就说有接触了这些佛经 会有一种因果报应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再去钓鱼了 去年也开始卢素了 他每次去钓鱼的时候 我很不开心 他又是很早出发 早说他又很晚回来 我们每次劝他不要去钓 我家人 我弟弟那些 劝他不要钓 他也不听 自从我们家都吃起了 有时候放就放 他不钓了 真是很感恩他 平常方济祥经营 流动餐车 卖传统小吃 为了持戒不杀身 用了三十多年的荤食调味料 改成素食 连长期光顾的客人也没察觉到 就很好吃他的萝卜 20年了 都是一样的好吃 没有发现到 还是保持那个味道 静心 静大地 方济祥看到街边摊饭的回收物 也会再回家里分类 夫妻同心 同津静 呆新闻新 凤凰俱成 维斐贺 马来西亚报道